公共交通马安指挥处处处理最多的案件是非礼案 其次是环绕地铁站巴士转环站附近的脚踏车切案 再者就是一般的突切案 碰到这种事情就是敢讲了 不要怕你越怕越会受伤害 是这样了 还有公众看到这种情况应该敢敢去帮忙他 交通不要太拥挤 因为要是很多很多人挤进去一个地铁的话 超过很像沙丁鱼这样你知道吗 会这样的东西是难免的 现在的女生就是太暴力了 我感觉到像 如果像暴力长一点 我看就没有这个非礼案这么多了 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说 公共交通上被逮捕的罪犯中也有通缉犯 他们大多为试读者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三年 公共交通保安巡逻部队 在公共交通系统内逮捕的人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3年有800多人 比起2011年的600多人增幅达30% 主要原因是突击检查的次数陷阻增加 说法学者认为 随着公共交通网络不断扩大 保安措施有必要加强 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说 会同陆路交通管理局密切合作 以便策划并落实保安措施 新闻的新闻记者 无能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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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